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是不是也向其他的客人朋友们有一些疑问呢 那么今天我在这里就跟您分享一下 关于最近我们收到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 关于这个产品啊 所以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下 那么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产品是什么 在这里我先简要的概括一下 这是一个特殊的浮动的一个利息 那么它适用于盖房用 不管是自主还是投资 或者是呢 您买这个package 它这个漆房盖好了这样子 只要在这个漆房 它的这个code compliance 这个ccc 这个得到ccc以内六个月 交割都是适用的 所以总而言之 这是给新房来准备的 不管是您从头盖 还是买已经盖好的 但是在六个月ccc六个月以内的 这些都适用 那么这个利息呢 据ASB的政策来讲呢 它会持续三年 如果是买现场的房子 新的现场的房子 那么就是从您交割日期 三年 那么如果是盖房子呢 它从第一次这个建筑贷款 开始算三年 所以这还是非常大的一个福利 其实我们非常当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非常惊讶 因为就在几个月前 那个时候LVR的改变的时候 这个改成六成 本来别的银行对于这个投资房 即使是这个新盖的 也可以借超过六成 因为它本身是不在LVR 这个储备银行 LVR限制的这个政策之内 但是当时ASB说 我还是只借六成 当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一片哗然 没多久之后啊 这个政策就要取消了 因为政府都鼓励啊 盖新房 你为什么在贷款比例上这么卡呢 所以这一次ASB首当其冲 它给这个盖新房 或者买新房 这个客人 如此大的利息上的优惠 所以当时啊 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非常惊讶啊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态度 那好 那么我们说一下这个优点是什么 那么首先呢 利息的节省了 如果您真的这个 享有这个方面的优惠的话 那相比之下 那么别的银行正常的利息 现在比如说 一年是2.25 那么这个1.79 那当然便宜了 那么如果您现在 要有一些投资房 那么这些投资房 如果是不能这个利息 像以前那么样抵消租金 那么可能是负的现金流 这个房子如果是 盖好了之后 如果是投资费目的 至少在前面的两三年 它是正的现金流 可以帮助您这个缓解一下 现金流的压力啊 那么对于初期 这个在盖房的当中呢 也是对您现金流的一个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这么讲呢 您可能比如说现在 盖一个自己的自住房 那么现在在外面租房的住 那么您一边呢 要付你的这个贷款的利息 盖房的贷款利息 同时你要付着你现在的租金 或者是说您现在住的自己的旧房子 那么但是旧房子也没有出租 当然这边也是有这个贷款的 所以呢 如果利息这个建筑贷款利息低呢 至少减少了一些压力 所以呢 总体来讲对现金流 不管是在盖房子之中 还是盖房子之后的头两三年 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刚才就像刚才所说 这个投资者也是适用的 如果您盖一个房子 盖好了之后为了投资 这都没有问题 还有呢就是说 如果您的贷款比例 如果是超出了 比如说自住房超出了八成 那么你也可以享有这个利息 只是呢 您要交一个额外的利息 这个叫LEP 叫Low Equity Margin 这个呢就是根据您的贷款比例 比如说在80到85这边 那它盖 它会多要大概0.3左右 0.3左右 那么85到90之间呢 大概是0.75 这个是在这个1.79之上的 但即使是这样 如果是您正在85%以内的话 那么这个也还是比较合适的 也没有比现在正常的2.25的这个利息高 更何况在别的银行的话 如果您的贷款比例真的超过八成的话 您本来也要付这个LEP的费用 所以呢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的啊 它这个包括的面还是挺广的 那么再者呢 就是如果您现在正在ASB 有一个建筑贷款 您正在盖着 还没有盖完 那么这个时候呢 您可以把您这个建筑贷款呢 把它改成这个特殊的产品 叫Back My Built 你可以把它改成这个 当然前提是你没有盖完 如果您已经盖完了 这个还是不行的啊 另外呢 就是说 这个是浮动利息嘛 如果浮动利息万一上涨了 那么您想固定 比如说固定利息比浮动利息 要低的话 您可以在任何时候 把它转换成固定利息 这都没有关系 所以有很大很大的灵活性啊 那么在这里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 它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产品要注意的地方哈 那么第一点就是 它是个浮动利息 它虽然是个特殊的浮动利息 但是它还是浮动利息 这就意味着 那么这个利息呢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 虽然这个利息 上涨的这个可能性 尤其是在未来 比如说一年左右啊 看起来比较渺茫啊 但是呢 这个毕竟呢 不是百分百保证 就一直是1.79 或者未来三年都是1.79 所以这个您需要注意一下 再者呢 这个产品呢 它没有这个cashback 这个现金返还这个 像您咱们普通贷款的话 您是可以有cashback的 ASB一般给到0.5到0.6 您的贷款额度 但是这个产品呢 它是不可以有cashback 因为利息已经很便宜了 除非有一点 就是它比较鼓励啊 现在就是说 盖这种healthy home 那么它说 如果您要盖的这个房子 如果它是六个新 叫homestar rating 如果它是六个新 或者更多的新 那么呢 您可以有2000块钱的 这个cashback 那么这个 它是鼓励大家呢 盖这种healthy home 更温暖 更干燥 这个更健康 这个通风 各个方面都很好 那么这个呢 如果您的builder 给你去 这个 去申请这方面的 这个评估的话 这要额外的费用 当然您这个现金返还 可能 这个2000块钱 就差不多可以cover这个 所以说 这是唯一 给你cashback的一个条件 如果您要是用这个 backbackbuild的这个产品 那么再一个呢 它是有个申请费用的 它是申请费用400 所以这个是 您要注意的一个 额外的费用 还有就是 刚才在前面所说到 如果您的贷款比例 超了正常的 比如说八成 那么您要付 额外的一个利息 所以不一定是1.79 要在这基础上 再加一个 low equity margin LEP 另外呢 就是说 如果您现在只是买块D 没有这种package 您先买块D 然后自己呢 找设计师设计之后 申请这个许可等等 那么这个D的交购 这个是不享有 这个优惠的 这个政策的 照样是正常的 这个利息啊 还有就是说 如果您装修 不管多大的装修 多小的装修 它不属于 这个特殊产品的范畴之内 另外的话呢 如果您 在ASB申请 但是您是属于 商业贷款 这一部分 commercial 如果您在这一部分 这个部门来讲的话 您是不享有 这个优惠的 那么什么情况下 您可能属于 在commercial呢 第一个就是 如果您这个盖的 目的是卖了啊 这是一个商业行为 比如说 你是个build developer 那这个是不适用的 再者的话 您可能即使我不卖啊 我都留着 但是您上面这个房子 比如说三个 或者以上 那么这个 也已经不在这个 retail的这个部门了 它属于commercial了 所以说这个可能也是 不属于这个特殊 优惠的范畴之内 再者呢 就是 您这个盖的是一个 本身就是一个商业的 一个物业 那么这个也不属于 这个优惠的范畴之内 另外呢 我就想说 ASB呢 它对于投资房的 这个贷款本身呢 它就是贷款能力不多 因为它这个 对于投资房的话 不管您是盖现成的 这个盖一个新的 sorry 还是买一个现成的 现有的房产 它本身的这个贷款 最大的期限就是25年 而不是像别的银行 是30年 所以说呢 您的贷款能力 一下子就因为减少这5年 而缩小了很多 所以呢 如果您要是想盖投资房 可能您的贷款能力 在ASB 远远小于其他的 这个银行的贷款能力 当然如果 本来也就够了 您的收入也就够了 那还是不错的 这个倒没有什么 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 最近我们有个客人呢 他这个 原来买的 7房的公寓 要快交割了 那么虽然ASB 批给他 可以是享有这个利息的 但是因为这个25年 而且他本来就 只能本加息的还 所以他这种本加息的还 在25年的情况下呢 要多于 每个月要还 要多于别的银行 像现在2.25 但是30年的 这么一个贷款期限 所以从他的现金流上面呢 就比别的银行 在别的银行贷要多 虽然利息便宜 当然好处是 你还的多的 都是还进本金里了 但是对他来说 他 他是否 这个有这么多的 这个比较比较 comfortable 有这么多钱 去每个月去 还这个额外的 这个这个贷款 所以说这个 也要注意一下 当然这个也是 涉及到 因为是投资房 所以才有25年 这一说 而且因为他的 这个收入的能力 他不能有只还息 他必须的本加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个每月还的 比要30年2.25还要多 所以在这里呢 我相对来说 客观的被您比较了一下 这个产品 这个优点 还有一些 这个需要您注意的地方 所以帮助您 来做决定说 这个产品 到底适不适合我 当然了 最终 如果您想 这个感兴趣 觉得比较适合 您可以 向我们进一步的咨询 我们给您一些 关于这个 根据您的情况 两体才艺的意见 那么最后一个 大家问的问题就是 现在有没有 像ASP一样的 这个产品 但是在别的银行 不一定 每个人都想 在ASP贷款 那么 目前来讲 在今天来讲 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还没有 但是呢 小道消息就是 我觉得其他银行 也在跟进 在可能陆续会推出 类似的一个产品 据说时间上来讲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总之呢 现在的趋势就是 银行对于 这个新房 是有比较优惠的政策 不管是ANZ 这个最近推出的 这个投资房 新房这个利息上面 不减少承认度 还有这个ASP的 这个新房的 这个优惠的利息政策 总之就是 往新房方面 做努力 有各种各样的 优惠政策 所以对于想盖新房 买新房的朋友们 肯定是一个好事 所以今天在这里 跟您就分享了一下 这个产品 还有这个大家常见的问题 希望对你有用 那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呢 您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您来联系我们 好的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